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持有人应接日历 都是一成多 在这个幅度来说也算不错 但一个点大家要关注一点 就是毛利率下降 因为成本的问题 这一点要留意 虽然管理层在上半年主力做了一些东西 去控制毛利率 下半年就希望可以做平稳一点 接受出来是一个不错的业绩 如何券商会比较收货呢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其实就是它的目标 其实管理层都是维持着的 今年收入增长 希望会有17-23%左右的增长 其实上半年其实是21%左右的增长 如果你去到17-23%维持着一个目标 其实在下半年就不应该会有太大的差距 还有那个正利率 它都是希望超过去到15% 所以其实都是希望有一个不错的利润率 希望去到维持得到 你上半年其实是差一点 是由19.2%跌到17.6% 你下半年 全年其实希望维持着15%左右 下半年可能都有机会再调整一下 但是你受着那个疫情影响 会有一个打击在这里 不过其实它就慢慢 其实就已经重新了 就是近6月和7月 未来是否能够去到疫情之前的水平 希望可以做好 还有在库存整顿完之后 都是一个保持得到的其中一个 帮到公司 其实在外面有一个增长动力 这一点是其中一个 它可以帮得到近年的业务 是保持着momentum的原因 另外一个线下零售 就得到十多到二十个%的一个 中段增长左右 所以其实为什么 它今天弹了四点的几个%上来呢 在iTEL用品股之中 其实真的做得比较好一点 因为它的业绩 出来之后 其实叫做 市场收货 还有不同券商出来的看法 都是维持住 不少了 其实都维持住 买入评级 那边其实是 对它的目标价 其实是维持住 有些就是 调增长了 少少上去 但也不是说 真的幅度太多 但是叫做 不错的了 在一个 比较经营环境 是艰难的情况之下 还有去年那个基数 其实都不低 大家不要忘记这一样的 所以有一个叫做 交道功课业绩出来 下半年就 希望就可以 保持得到 一个稳定的表现 在这儿的话 对于那个股价 都应该会有一个支持 初步 最重要是什么呢 它突破完那个降跪之后 在上海望里 首先就看着第一步 挡住74.075元的 这个7月的高位 反而就要 remind大家 现在 这一日的低位 就是早两个假日的低位 即60.9这个位 其实就不应该失 如果再失的话 就应该要 短期就 理财了 观一观望先